資深傳媒人物 中共若果封控 中國可能出大事 國產疫苗害慘兒童 中共無事 美議員使 中國污染大宣 恐威脅國家安全 美國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 台灣條款多得令人震驚 台灣人震驚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庸 今天是十二月十日週六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共解除清零封控一年的同時 一場新的疫情 已經在全中國蔓延 醫院爆滿 大白再度出現 民間擔心當局會再度封控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認為 如果中共再這樣做一次 中國可能馬上要出大事 趙蘭健12月9日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說 因為現在臨界點已經到 大家的忍耐力在白紙運動時 就已經達到極限 中國人全民能忍耐 特別歸縮 即使如此 他們也忍受不住 如果不是生活和精神到了懸崖邊緣 是不會行動的 雖然白紙運動很快就被打壓 但是這個社會的受壓極限 已經呈現出來 只要再有一些接近白紙運動的社會壓力 中國一定會出現暴力革命 趙蘭健在中國做記者多年 對中國人有深刻了解 他認為中國老百姓幾十年來 因為洗腦已經麻木 普遍失去對社會問題的洞察力 只有受到重挫才能覺醒 三年的清零和白紙運動 都是重要的轉折點 而且清零也摧毀了中國經濟 趙蘭健預計 中共可能發生內部倒塌 譬如說公務員都出不了 所有的軍隊和公建法都沒有錢 如果發生這種社會危機的時候 中共跨台這一天就很近 趙蘭健是最早在社交媒體 就中國疫情發出警告的自媒體人之一 早在11月中下旬 他就透露肺炎疫情在中國越來越嚴重 大連氣氛緊張 開始死人 但是官方就封鎖消息 在國內網絡 有關疫情的消息和影片 全部都被刪除 趙蘭健對向中國說 他對疫情的敏感 是在2003年非典 即是沙士的時候開始的 當時他在北京從事新聞工作 背著一部相機到處走 接觸了很多醫院的主任和醫生 親眼看到很多其他人見不到的東西 例如當時北京整個長安街 幾公里都沒有一個人 社區發生疫情 武警或醫生就將那個社區包圍封鎖 趙蘭健回憶說 在北京高碑站地鐵對面的衛通河附近 可以看到很多穿白衣的抬著擔架 至少抬三個人出來 還有武警在附近守衛 我那時還年輕 看到這種場景真是很害怕 不知所措 後來我特地打電話給某醫院的檢驗科主任 這間醫院整間在當時都封閉了 只是接收非典患者 據他說 醫院的空氣全部都是病毒 他們就用大量消毒液 以致疫情還未結束 醫院的去水管就已經被燒到藥水腐蝕了 當時北京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報去採訪 但是他們是去那裡做樣拍攝 造假宣傳 說為了救非典病人怎樣怎樣 而不去報導非典的嚴重性 趙蘭健也注意到官方隱瞞真相 帶給社會的影響 他打電話給很多朋友 他們都沒辦法理解那種危機感 當時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 認為趙蘭健是開玩笑 由非典到新冠 再到現在這一輪的不明肺炎 中共隱瞞真相 強力管制全社會的做法不斷重複 外界擔心這個冬天 中國人會過得非常艱難 美國病毒學家林曉玉博士 在亞洲很想聊節目說到 在這場疫情之中 兒童是最脆弱的一環 原因之一就是三年封控 傷害了中國兒童的免疫力 例如得不到充分的陽光 沒有充分的戶外活動等等 還有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 被封控在家裡 不能充分接觸不同的病原體 也阻礙免疫系統發育 這樣一旦同時爆發多種病原體的浪潮 小朋友就承受不住 而一旦出現白費 死亡率就可能升到20%至24%之間 中國大陸正爆發新一輪的 不明呼吸到疾病疫情 多地兒科醫院爆滿 除了兒童之外 成年人和老年人也染病 而且去世的人數也開始增加 而中共官方就一味呼籲民眾打疫苗 11月26日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 免疫規劃首席專家 王華興建議 能夠接種疫苗的 盡量接種疫苗 來預防傳染病的發生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1月29日 也在官方網站發文 建議重點和高風險人群 及時接種疫苗 而美軍病毒專家林曉毓日前表示 对于現在的新冠病毒而言 現時的疫苗都沒有太大作用 而且中國疫苗不安全 完全沒有兒童臨床試驗的數據 所以和小孩打疫苗 就好像做實驗 林曉毓12月9日 在《青英論壇》節目表示 中國大陸是用滅活疫苗 這個滅活疫苗 實際上是要將一個危險的病毒 大量地培養出來 然後殺死 令病毒失去活性 之後再注射到人體作為疫苗 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很大風險的 國際社會對一個未知的病原體 一般來說 不敢輕易做滅活疫苗 因為在滅活的過程 只要有任何一個環節處理不好 就有可能滅活不乾淨 所以對處理技術的要求是很高的 而中國的科興和國藥 基本都是國企 他們很難去把控質量 另一點就是中國的疫苗 在臨床試驗方面 也是不完整的 無論是科興或國藥 都沒有非常系統性的 完整三期臨床試驗的報告 政府就批准了 雖然後來在巴西等其他地方 做了一部分的三期臨床試驗 做了一些補充 但是整體就沒有一個系統性的報告 另外這些疫苗大規模在中國推出之後 也沒有追蹤疫苗廣泛接種之後的不良作用 沒有這方面的系統性報告 林曉玉強調最可怕的一點是 有限的臨床試驗 全部都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 根本就沒有兒童的臨床試驗數據 但是在緊急的狀態下 說中國政府又將接種疫苗的年齡下限突破了 規定兒童都要打疫苗 所以這些小朋友打疫苗的話 完全就是做了白老鼠 林曉玉進一步解釋說 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現在小朋友的大面積感染 而且是重症 甚至有些出現白費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其一可能是在過去三年多的疫情期間 兒童的健康可能因為疫苗的質量問題已經受到摧殘 也可能是因為極端封控措施 將小朋友混在家裡 沒有正常的生活規律 令到免疫力下降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 也在《青英論壇》表示 因為中共一直宣傳他的疫苗 是世界上最好的 說國外的富豪不打美國疫苗 出高架坐飛機到北京來打疫苗 這些都是中共的宣傳 他一直都是敢宣傳 並封殺質疑的聲音 中共的媒體一直沒有去報導對疫苗的質疑 年僅40歲的華南理工大學教授邱永才 因為疫苗後遺症去世 最近甘肅的楊君花女士 也因為打了國產疫苗之後 和邱永才一樣 幻想再生障礙性貧血 她就和一些人聯名起訴國務院 和衛生健康委員會 據說聯名的人大概有1380多人 她們都是在打了疫苗之後身體出現嚴重的不良症狀 有些出現再生障礙性貧血 甚至有些出現淋巴癌 美國聯邦參議員史考特指控 中國大選用糞便施肥 並且用污水栽種 非常不衛生 恐怕會威脅國家安全 將會提出法案管制 史考特在個人官方網站發表的新聞稿說 她近期致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呼籲華府要重視來自中國的污染大選 原因是栽種的方法令人擔心 她說中國大選每年入口美國的總量 位居各國第一位 總額超過5億美元 但是中國大選不衛生 不僅使用人的糞便施肥 還用污水栽種 收成之後再漂白 流入美國市場之前 先去除大選根部 外表看起來衛生健康 史考特表示 由於大選是常用食品 如果不安全的話 美軍就不能夠保衛國家 就會威脅國家的安全 因此每個美國人都期盼 政府能夠保護美國消費市場 免受有害產品和無糧農業界的傷害 政府必須確保所有美國人和家庭的食品安全問題 史考特強調 商務部必須立即調查 中國污染大選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同時將會提出污水大選入口法 和污水大選入口關稅法 來解決中國污染大選的問題 據明慧網報導 2004年法輪功學員凌森 因為閱讀法輪功的資料 被關押在甘肅省蘭州市鐵路看守所 在那裡他被迫做勞工剝蒜皮 他說上午在門口 擠入一麻包袋完整的大蒜頭 當日必須剝完洗淨 一個小籌室內六、七個人 小的時候兩、三個人 看守所裡沒有足夠的水梨梳洗 衛生條件很差 他們被迫用手一反一反地剝蒜 不用半小時 你的指甲邊就會裂開 然後每剝一反 蒜汁滲入指甲 刺得很痛 大蒜裡面的蒜鞍酸 可以溶化指甲 露出刺痛的肉 那些不能再用手剝大蒜皮的人 只能用牙齒咬走蒜皮 有時要剝到半夜兩三點鐘 另外據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2011年的報導 山東的將軍 2010年因為精地糾紛 蒙冤入獄 在監獄裡面 處理剝皮大蒜 用的是廁所水 大便和小便池 是剝蒜沖蒜的地方 非常不衛生 在看守所裡 一天剝40斤 大約20公斤的大蒜 剝不完 還會被酷刑折磨 就事件追查國際組織主席 汪志遠曾經表示 這些勞工產品 不僅侵犯勞工人員的人權 而且還影響到所有消費者的人身健康 因為這些產品 是勞工人員 在難以想像的惡劣環境下生產的 而且他們很多人長期患有疾病 包括一些傳染病 但又得不到醫療保障 疾病便會通過產品傳播 美國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參眾兩院協調版出爐 該版本陷有多項涉及台灣的條款 包括美台防務關係 網絡安全合作 以及為台灣軍隊 建立全面性的培訓、諮詢 以及制度性的能力建設項目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美國今次的國防授權法案 對台灣問題關注的細緻程度令人震驚 綜合美國之音和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報道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 12月7日公布了預算金額 達到8,860億美元的2024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 的內容 根據公布的版本 國會要求 和台灣有關官員協商之後 為台灣軍隊制定全面的培訓、諮詢 和制度性的能力建設計劃 擴大美台軍事網絡安全合作 積極保護軍事網絡、基礎設施和系統 消除有危害的惡意網絡活動等 法案要求國防部長每半年向國會遞交報告 說明中共在台灣、東南亞和南中國海等地的軍事發展 包括軍事行動、採購和武器升級等 謝田教授9日向本台記者黃曉表示 美國今次的國防授權法案 對台灣問題的關注程度令人震驚、非常細緻 當中包括要求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情報總監明確確認 中共的威脅到底有多大? 中共做了些什麼? 美國軍方要確保美國開發的武器 會不會使用? 掌握的情況是怎樣? 令人很關注的一點就是 要求軍方作出一個一旦中共封鎖台灣之後 會發生什麼情況? 美國會怎樣面對? 我覺得實際上 他們已經預料到兩岸關係新的發展 謝田教授認為 中共不一定會用武力搶灘 強行進攻這種地面戰 或是渡海作戰這種方式 來攻打台灣 因為它恐怕沒有勝算 但是中共可能會長期演習 不斷地演習、騷擾 然後封鎖 令台灣的能源和資源的供給都中斷 令台灣的一些高科技晶片的出口也中斷 佩洛西訪問台灣的時候 中共舉行軍事演習 來往台灣和中東的這些輪船海運的保險費用增加了 如果中共真正開始封鎖的話 保險可能會更大幅度加價 如果保險費用增加得太高 實際上就等於是撤斷了海運的航線 因為中共經常僱用民用船隻 幾百手萬戰齊發 在菲律賓沿海騷擾菲律賓海軍 中共也會用它過來騷擾台灣 謝田教授擔心 中共利用收買親共人士的方式佔領台灣 他說中共可能用風嚴打為嚴打 就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 因為中共在台灣島有相當多的親共人士 收買了同化了很多人 有些中共搗亂的人士 第五中隊 譬如說把台灣考慮封鎖 然後他們直接呼籲 說要中共出兵 中共進入去維持秩序 那你說 這個時候美國真的沒有辦法軍隊介入 所以這樣確實會出了很多難題給美國 你不是軍事介入 也不是武力統一 到時候他就說 那邊很多人要求和平統一 現在就是和平統一 這個危險性是非常大的 現在看美國國會也意識到這一點 美國國會今次是加深了對台灣關注 並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迫切感 中共是很有可能 在今次總統選舉前後 對台灣做出一些騷擾 甚至封鎖 呂澳學者李玄華讚揚《國防授權法》 是一個認真關心台灣的 可操作性的軍事法案 非常具體 是一個能夠保證台海地區安全的可行法案 他說中共武力侵犯台灣的話 美國絕對不容許 中共打破現有的世界秩序 因為中共其實不是簡單的 一個打台灣問題 就好像俄羅斯這種野心 並不是烏克蘭 是它的周邊 甚至整個歐洲 中共是用台灣問題 試探世界的反應 那麼美國政府 也絕對不容許 中共在台灣問題上 事意妄為 所以美國的國策是這樣的 將抑制戰爭的風險 放在最前面 將自己的軍事能力 和軍事國力顯示在前面 讓中國不敢輕舉妄動 中共癡心妄想 武力侵犯台灣的時候 美國就放棄不理 沒有這種邏輯關係 也沒有這種可能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在訊息會後 我們應該要從前進一段時間